韩国女团Blackpink 为纪念出道7周年准备了惊喜活动 与粉丝们留下回忆 YG公司8日在其官方INS上发布了 Blackpink7周年快乐 粉色的海报让人响起气球 营造出节日的气氛 据YG透露 Blackpink为了满足粉丝的喜爱和期待 策划了各种类型的活动 首先在粉丝平台Webos上发布了 包含有关Blackpink问题的 Blackpink Gosa试卷 并计划在未来添加特殊内容 线下为了可以更接近更多的粉丝 在韩国等9个亚洲国家的星巴克 将在8月8日出道纪念日当天 向Blackpink品品和食品购买者 提供7周年纪念贴纸 并于7日在纽约RD快闪店 设立照相亭纪念周年纪念日 此外 Blackpink将装饰美国新泽西州 Seacocas Junction Station的76个屏幕 将该区域染成粉红色 8日 纽约 洛杉矶 旧金山等各大城市 将播放一段可以回顾他们7年历程的视频 将气氛推向高潮 Blackpink表示 我们非常感谢一直以来给予我们不遗余力支持的粉丝们 并补充说 我们对Blink的未来充满期待 我们也努力准备了可以欣赏的内容 敬请期待 8日 Blackpink成员们在个人Instagram上并排发帖 祝贺出道7周年 首先 Jenny用英语提到了 Blackpink出道7周年 并表达了自己的感情 她说 我爱我们 我也爱Blackpink和Blink 金智秀说 Blink Blackpink Forever 表示 今天是Blackpink出道7周年 我不知道有多少话想对Blink和Blackpink说 Blackpink出道7周年 我真的很爱我们努力了十多年的成员 而不仅仅是7年 我想说声谢谢 Lisa说 祝贺我和我们三位出色的成员成立7周年 数字7是我最喜欢的数字之一 我希望今年对我们来说是幸运的一年 Blackpink于8日 庆祝出道7周年 作为在Kpop历史上留下印记的女团7周年 这本身就很有意义 但作为YG Entertainment的标志性内容 Blackpink能否克服青年魔咒 备受关注 7日 YG娱乐相关人士表示 我们仍在讨论Blackpink的续约事宜 目前的情况是 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得到确认 并宣布韩国艺人和经纪公司签订的标准专属合同中 规定的新人合同期限为7年 这也是大多数偶像团体被称为青年魔咒的原因 这是因为随着这个时期的过去 该团体面临是否续约的问题 Blackpink与YG是否续约仍是一个问号 目前YG和Blackpink正在讨论续约事宜 本来 续约事宜应该在7周年纪念日8日之前决定 但现在却被推迟了 业界预计 Blackpink和YG的续约将于本月底敲定 在某些情况下 如果艺人与经纪公司愿意继续谈判 即使合同到期后 也可以在维持现有合同条件的情况下继续谈判 业界推测 无论续约情况如何 成员们和YG都将继续保护Blackpink品牌 2016年8月8日 Blackpink像会星一样出现在韩国流行音乐界 并于8日庆祝了出道7周年 Blackpink作为YG既号称第二代最佳嘻哈女团的2NE之后 推出的新女团而受到关注 在7年的时间里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Blackpink现已成为顶级女子组合 她们发行的每首歌都广受好评 她们留下了众多记录 例如成为第一个销量突破200万的韩国流行女团 登上Bill Bird 200排行榜榜首 成为第一个登上Kochella音乐节和海德公园音乐节领先主唱的亚洲艺人 目前Blackpink正在进行韩国流行女团最大规模的世界巡演 Blackpink World of Born Pink 动员了约150万人 当地时间11日从新泽西州出发 她们将前往拉斯维加斯 就金山、洛杉矶等地再次与美国粉丝们互动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